如果缺席力這麼高 就廣泛不關心嘛 誒 你是醫生耶 你怎麼會沒有 那難道他是餵捕先知嗎 還是他有這麼聽國民黨的話 那你是國民黨養的 說謊誠信 信口開河 果然跟陳柏惟一個不信 所以你說的跟做的 完全不一樣 那如果你說你很認真在開會 那你就沒認真在錄影 我都會 報區 那可能你上節目是在話虎爛 那你說不一定 因為他們沒有加入民進黨 是政治考量 仇勇考量 監軍考量 通通都是壞爛 23號那個高端開打嘛 他才警覺到有VICP這個單位 那林靜宜事實上是1月28就開始沒去了 你到底是在批評 所以所以費宏泰實在太不認真了 他已經1 2 3 4 5 6 7 已經7次沒去了 那費宏泰8 2 3 才突然發現 才突然發現 對啊 那後面他有兩支又沒去這樣 對啊 太晚發現了 這件事對他有傷嘛 以後我就不來了 我視訊主席 不是啦 因為VICP 現在大家還沒有去宣傳他的意義啦 VICP是疫苗受害者的申訴單位 所以坦白講這些都是一群很慘的人嘛 對不對 那事實上也有塵案的 可是有很多人去 很少 好像9個塵案多少 塵案的很少 很少 所以我的意思說 事實上大家還沒有去挖啦 就VICP這個單位有多重要 然後沒有被重視嘛 對不對 對不對 那就是我們那個 因為疫苗相關因素死亡現在超過1000了 已經大過因為疫情死掉 染疫死掉的人 超過了 這個比例大概世界第一啦 對 世界第一啦 就是 竟然超過感染而死的人啦 那 所以VICP到底塵案是什麼性質 然後賠了人家多少錢 我們都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對不對 所以 我覺得這個應該要有人去發掘這些資料 那你才能夠對照出 林靖怡沒有去 事實上是 很稀奇 不應該的啦 對 就說不管 我同意大哥說的 就不管今天這個林醫師他是 用什麼樣的管道 進到了這個委員會裡面 但你進去了 其實這個委員會的重要性 大家可能還無法體會 但是這個委員會的重要性是 就是幫一群很可憐的人 你知道嗎 823高端才開打啊 所以你823之前應該要去P其他疫苗啊 對啊 很奇怪 有啊 所以他上節目去幫 去罵其他疫苗啊 去罵BnE啊 之前如果有申訴的 一定不是高端嘛 哦 當然 當然 那你應該幫他們講話啊 對啊 出事的不會是高端啊 對啊 那來對照一下 823之後高端case那麼少 對 那個這個邏輯完全正確 因為 823之後才施打高端 那他所在這個委員會是 疫苗 打了疫苗出事以後的救濟嘛 或者是這個申訴的委員會嘛 所以應該是打了疫苗出事 這個委員會才會起到作用嘛 823才開始打高端 換句話說 要打高端出事 一定是823以後嘛 那你823以後有人打高端出事了 你才有護航高端的問題嘛 對啊 對不對 那所以823之前 你根本沒有所謂護航高端的問題嘛 那怎麼會 對啊 你前面就沒去啦 前面可能都是AZ啊 莫德納嘛 對啊 對啊 那來到你前面不去是因為你 有人說你護航AZ嗎 還是有人說你護航莫德納嗎 那如果缺席力這麼高 就是廣泛不關心嘛 那廣泛不關心 當然就會引起一些批評嘛 就是說 你這個怎麼沒有責任感嘛 就這樣嘛 那這個就會對他傷嘛 這件事確實有傷害 因為昨天上志兄就講得比較嚴重嘛 他說你是醫生耶 你怎麼會沒有慈悲心呢 對不對 這種話就會出了 好像可以跟柯文哲講這句話 我當然是啊 當然是啊 我是這樣覺得啦 如果您真的不想參加 或是你是一個監軍角色的話 其實真的你應該退出 這一次林靜宜在面臨到缺席事件的時候 他的第一回應跟當下反應 就馬上說因為國民黨的批評 所以他就後來比較少參加 這鬼話 因為他從1月開始就沒參加嘛 難道他是 國民黨是8月30才批評 8月底才批評的嘛 那難道他是未捕先知嗎 還是他有這麼聽國民黨的話 那你是國民黨養的狗囉 那當然也不是嘛 所以為什麼沒參加 那可見從他的回覆上 就是說謊誠信信口開河 果然跟陳柏惟一個德性 而且如果你擔心說 哎呀我為了要讓別人 避免說我護航高端 那你理論上 你就應該參與這個審查的機制 然後仔細嚴格的去檢視那些 因為高端而不幸的受害者 你這樣就沒有護航高端啊 你要參加才沒有護航 結果你不參加 然後你到節目上幹嘛 啊民進黨好棒啊 然後防疫好棒啊 高端好棒啊 然後在臉書上啊高端好棒啊 你這個才叫做護航高端啊 所以你說的跟做的完全不一樣 而且看到他終於秀出來的那一張圖片 結果發現哎呀他就是在錄影空檔的時候 然後開了一次會 開這個會理論上 你看我們根據台大醫院小兒感染科主治醫師 呂俊毅 也就是同委員會的成員 他說呢 要開這個會是非常複雜 也是一個很重大的責任 因為你必須要先看過 民眾的這些病例的資料 然後呢你要整理重點啊 你要有初審啊 要詳細的討論啊 所以這是很重要的事情 那麼就請教啦 偉大的林靜儀前委員 那麼你怎麼有辦法在錄影之前 或錄影之中的空檔 就認真讀完這些資料呢 你有認真的看待 每一位來申請受害救濟的 民眾的狀況嗎 還是你只是應付了事 反正視訊看一下 好好好結束了結束了 你如果有認真在做的話 那麼你就是沒有在認真錄影嘛 就這麼簡單啊 你一定是為了準備錄影 所以那個開會隨便開 那如果你說你很認真在開會 那你就沒認真在錄影 我都會XX爆區 因為那可能你上節目是在畫虎爛 那你說不一定啊 搞不好那個林靜儀 還是有道理喔 對啊 那有人說那搞不好林靜儀很厲害 他就能夠又認真看資料開會 又能夠認真準備節目 那你為什麼不去參加啊 人才啊 那你為什麼 那你就去參加就好了 你如果都這麼認真 那麼厲害 你就去參加 行程的選擇 其實就是一種價值的排序 跟價值的選擇嘛 比如說今天我們身為市議員 就只要是我們當天在開會 我們一定不能夠參加任何的錄影 為什麼 因為我們不能夠一邊領著 人民的納稅錢 同時一邊領著 政論節目的通告費 這是不道德的行為 那麼林靜儀就 他不能夠一邊又可以領著 這個委員的光環 同時又去領通告費 所以很簡單 一邊是幫助受害者 幫助罹難的家屬 爭取權益跟福祉 幫助人民 而一邊呢 賺通告費 換虎爛 他把哪一個放優先 他寧願要去選擇賺錢 也不選擇去照顧老百姓 也不選擇去照顧人民 這就是他心中最真實的價值排序啊 他認為哪一件事情比較重要 所以這不僅是沒有責任感的問題 這是什麼 你身為醫生 你對得起日內瓦宣言裡面的 醫生誓詞嗎 你要對病人有所照顧 你要尊重生命 你要愛護生命 你要用盡你一切 不分你的政治什麼種族 各種的立場 都應該要去救治跟照顧病患 而且這些還不是說 親自上門找你的病患 他也不是不限於婦科的問題啊 是受害的是已經受害者 然後請你來做這個審查的委員 那為什麼你要拒之於門外 你要缺席 你把病人推在了門外 你沒有參加 你就是把病人推在門外 而你之所以接下了這個職位的時候 你看你是在去年的年初 就已經接任了 當時呢 你根本還是具有民進黨的黨職 你的立委也沒有卸任 那這件事情誰決定呢 是陳時中決定的 所以當時為什麼要分配給你 因為你未來也沒有要選啦 對吧 不分區也沒有啦 然後因為你自己失言風波 你也辭掉小英發言人啦 所以那是什麼 那就是一個仇庸 跟剛才巧琴所說的 兼軍的職位 本來就不是用你這個角色 說什麼婦科的專業 那想請教了 難道全台灣沒有任何一個 沒有政黨背景 具有婦科專業的現任醫師嗎 憑什麼就輪得到林靜宜 他說我有婦科專業 但請問一下 聘任你的時候 你已經幹了四年的立法委員了 你已經四年沒有職業了 你有什麼專業 你四年都沒開過刀 你四年都沒進過醫院 你不是說現在在當醫生 現在聘請你 那你多少還有點道理 對吧 你是幹完四年立委 然後還是在民進黨的 什麼主任的時候 跑去接下 然後你說你具有專業 這不會太對不起 或者是太污衊 目前全台灣所有婦科專業的醫生嗎 難道他們不是人嗎 因為他們沒有加入民進黨 就是充分說明 對民進黨來說 所有是什麼受害救濟的審查 當陳時中在下令 要聘請林靜宜的時候 就已經知道 他不是什麼人道道德專業的考量 就是政治考量 仇勇考量 兼軍考量 根本不在乎老百姓的生命安全 所以目前林靜宜講的這些話 其實通通都是唬爛 那麼這樣一個 信口開河唬爛的人 未來人民還能夠信任他嗎 他的現在這個唬爛就說 哎呀你看 先前就說指控 台中都不需要穿仿彈衣 其實就是抹黑顏家嘛 就是抹黑台中的治安不好 結果人家問他 那你到底要不要穿仿彈衣 他就說勇敢就是仿彈衣 我以為這是在講冷笑話 你知道嗎 他認真的啊 那這個 成功 成功